你怎么才来啊 我收拾行李啊 出于这么多天 我有带多少东西啊 他行李呢 后面呢 喂 你带这么大行李箱 这里装的都是什么呀 你不知道现在航班超过5公斤的东西 需要办理脱运的吗 你们有钱人现在不带脑子的呀 你不知道现在办理脱运还来不来得及 怎么办 那去看吧 多一杯行李都放在卧室的吗 喂 王叔啊 我和大作可能迟到一会儿 你和机长机长等我们一下 喂 好 谢谢 你怎么才来啊 我爸刚才跟我打电话说家里里刚缺点鱼 我找了好久都没有买到 到处都是卖鱼的 真的是 你们有钱人不说卖的嘛 你先回家 等会儿我给你送回去 好吧 要我跟你说卖生品种吗 不用 我买的 保证你满意 竹子 我买的 竹子我给你买的 哎呦什么 哈哈哈哈 假如你有是个有钱人 大作你干嘛呢 啊 我上来了 刷了什么碗呀 做我男朋友只配刷牌 去 杀报憋毁 竹子 你干开门啊 你这让我天堆刷不够啊 对 大作你干嘛呢 我在稍等一看主播 我找你就算你天天看主播啊 做我男朋友必须是大哥 去 给喜欢的主播刷一摆比较年华 嗯 哎竹子 嗯 我购物车里面的东西怎么都没有了 事件删掉了嘛 我看你购物车这么多东西都给你清空了 做我男朋友配有购物车的 哦对了 也都乱七五外全买 哎 今天这个咖啡不错 待会儿走个说 买起来当回家 好啊 呦 你别替我多抠门了 这个包子车 不必是大佐送的吧 我估计你 尝尝它很久吧 这个包是我自己的 不过 这俩辆车是他送的 嗯 其实一辆就够了 但是他缠了我好久 我才都要了 要开车送你吧 我的天 我刚买了一张彩票 什么号码 这号码可以啊 我也买一张 又要重量 准备一个亿呢 你说咱俩要有五千万 干啥好呢 大多 我帮我一下 你一定会说 好 咱俩千万不算 这些都是你的 随便去 你量什么辣子 还嫌 诶 竹子 你要是有五千万 你会干啥 有有老叔 把点钱过来 我就剩五千万了 就剩五千万了 妈 我把工资转给你了 我挺好的 给你看看公司给我配的车 过年咱们去亲戚家 就可以开车去了 你要看里面 总监 您好 这是您的车钥匙 哦哦哦 对对对 妈 这是我车钥匙 对 我进车 进车带你看看 给你 谢谢姐 没事 应该的 刚才听你说 把工资交给妈妈了 说明你是个很孝顺的人 明天来我公司上班吧 这辆车就配给你了 诶 大祖做的什么好吃的 红酒炖猪蹄啊 哪来的红酒 放心 没有你家八十年浪费 没有一百多亿瓶的红酒 还你煮彩蛋 哪来的鸡蛋 冰箱里的 那的鸡蛋也是八十年的 可能是管家的 哦 那就好 又怎么了 这是今年刚在安息 拍卖的铁王鷹王 王叔一直没舍得喝 你用了多少 我太难了 诶 竹子 你爸最近还忙吗 我爸把公司 抢一个都交给王叔打你的 现在现在家去 小年人在家容易陷入病 跟他养个猫啊狗啊什么的 我爸现在养鸟 养了好几只呢 别人知道还没去出门 诶 竹子 你爸不是养鸟吗 你爸带的礼物 别管这么多了 快点快没吧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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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t 就是 第一 hoe 女生聽鸟 氏 作为 借鸟 有什么 明 decades 我的话 再过几十年 搞不好都能卖一千万 不用几十年 你至于不花心在也很清楚 这是王叔 发布开卖会上 拍回来的正板桥真记 你怎么才来呀 家里的小猴子和小猪人照顾 当我了不少时间 没有钱人现在都养这种成果的嘛 行了行了我会照顾 等我去帮你 好啊 这之前养鱼是杀鱼 养乌龟是海龟 这养猴子不会是金康吧 哎呦什么 哎 朱总 你家猴子呢 在这里啊喝过来 你看我养的猴子超厉害的 这个游戏打到三百集 就能领一千红包呢 赶快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跟我一块玩 大佐上车 干嘛呢 你不知道今天去西线上自家游的吗 对啊 我就不开车来了吗 你这开什么车啊 能装几种游 你不要到那边不好家 酒吧上去游的吗 但是我带游了呀 带个锤子了你带 你这点长游都没有 你算什么有钱人 游娜我看看 那儿呢 哎呦你妈 哈哈哈哈 大佐大佐 看我是逛街嘛 我不去 每次逛街都是你花钱 从来都没有让我付过 你没有把我当做男人 有没有尊重过我 那好吧 这些结账 廖先生 一共四万八 对 等一下 不当往影 快见老天使 告辞 呦大佐 几个月没见又换对象了 我走吧 哎别走呀 我跟你说啊 他给抱你幸福的 哎好公 这我跟你说的前面有了 哎呦 这就是大佐呀 正好今天我跟我女朋友干派对 找一起去游艇上玩玩 带女朋友见识见识 有点不好玩我们就不去了 今天那么大太阳在晒黑了 今天我们吃麻辣烫不适合我了好不好 不要打电话了 是我 是我 是谁让你把我们家游艇租出去的 嗯 你该开始了 对 对 我会要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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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大佐 你怎么在那儿睡着了 嗯 嗯 最近在做什么呀 怎么在那儿睡着了 除了最近给我找到工作 他这么有钱 也不知道给你找个体力点的工作 累着累了点 日子总得过啊 我也不想让别人总是说我吃点饭 说房租 哎呦你妈 哈哈哈哈哈哈 早啊大哥去吃早餐啊 好啊 我知道一家早餐店特别好吃啊 不 我要是天牛最正宗的监力馆 天牛离这这么远 哪有送外卖的呀 就算有 送外卖也没法吃了呀 你们有钱人都不带脑子的嘛 真的是 喂王叔啊 我要的天命果子送到了吗 啊 哎呦什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